字幕提供 然後呢 對 我們是ThinLive 然後我是ThinLive 就是剛開始寫出我們的座子 然後後來就是 這個過頭也比較容易這樣 最後我們就變得 變得很大力的 那今天大家來這邊很開心喔 就是說 今天雖然有很多分軌嘛 就是把大家分散看大家要去哪裡 但是我們這個 這個 財經的這個廠 是 就是這個分軌裡面最大的 那代表說大家其實其實都是想要來 賺錢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退一來 好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 好好的 賺一波 這樣 好 那首先呢 就是 我們今天有準備一些教材 就是不管是 Sign 或者是投影片 或者是一些資源 各位在這裡面 上面好像有個 符號 這個符號呢 咦 大家這樣可以圓得到嗎 可以喔 太棒了 然後大家也進來之後 就會等到今天的一些 範例 那這範例裡面就是有一些 我們今天課程裡的 呃 程式碼範例 還有 我們的一些投影片 然後下面這邊有一些延伸 我們就假如今天 誒 幹嘛沒有觀念 有點慢喔 喔 有了有了 好 看來我的手機沒有要開 好那這邊就是有一些延伸相關的文章 也可以去閱讀 然後最後呢就是我們一個 蕭潮的活動 那這邊呢就是你當手術 這邊有看到一行嗎 就是說 欸 現在呢 假如前15名 填入Email的人 他就會獲得一個 折價值 不管要上學關鍵 你們可以先點進去 然後先拿這個折價 結束這樣子 好 那因為呢 我們其實最近有追出一行 新的課程 叫做這個 這個 詐密貨幣實戰 這個一個線上課程 那現在就是用一個 很便宜的價格 在 預售 這樣 除了這個 便宜的價格 以外呢 假如大家 點這個Email裡面的連結 都可以獲得 500塊的折價 那等於說這場課只要2000塊不到 就可以獲得這樣 大概是 總共是7個小時的一個 內容 找你怎麼樣去 詐密貨幣 那我們今天呢 當然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做機器學習的 那所以 我們就希望說 欸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機器學習的東西呢 放在 詐密貨幣上面 我們去看看說能不能 做出一個訊號 在加密貨幣 在交易加密貨幣的時候 可以獲得 好 那大家可能也可以先 下擺程式網 或者是 點開 用手機點開 這個 程式網 大家可以直接執行 好 那我們現在FINLAB 其實做了蠻多事情 OK 等一下 我們FINLAB 現在做了蠻多事情 那有一些就是 我們除了有交易的部分呢 我們另外還有做一些 自己在投資的部分 那我們就希望說 欸 之後未來呢 除了交易的部分 投資的部分 還有一些免疫的部分 我們想把這個生態性 建立起來 帶大家一起 還有我們自己也一起 來做交易 好 那這邊呢 我們比較提到 在做機器學習 看加密貨幣之前呢 我們就來看看 為什麼我們要用牌子 那一般呢 其實我們有很多軟體 都可以選 假如我們做交易的話 最簡單的就是使用 像現在那種 Money Trout 可以交易期貨 那 XQ可能就是交換股票 然後還有這個 MT4 那它可能就是Wideway 那它多一點就是說 欸 都可以很簡單地 寫一些很簡單的運法 那這些運法呢 可能就是 Money Trout的話 可能是兩三行 或三四行 不六啦 那就可以多出一個 欸 簡單的交易策略 然後馬上都上前可以使用 但是它們當然缺點都是限分一件 就是說 你可能就是固定的 那幾個運法 然後做一些簡單 譬如說 記錄指標的交易 那你可能都沒有幫它寫一寫 比如說 像是 集氣學習的東西 把它加進去 或者用一些工業的東西 比較複雜的東西 加進去 就會變得比較困難 沒有辦法去實現 所以呢 我們Python的話呢 就可以很輕易地去試做這些東西 那當然我們 假如是做Python的話 然後就會有個禁敵嘛 當然你在學術界 學術界的禁敵呢 就是 R1 沒錯 那我跟 剛剛Python在那邊 有什麼一個 讓我們去 嗯 其實Python 剛剛有一個比較優勢 就非常的明顯 就是說 欸 假如我們用Python的話 除了 像 我們可以做一些統計分析以外 我們把這個策略做出來 像剛剛 這個 WideBaker一樣 他就可以 用Python的各種 都編了這些Python 然後去 構建一個 很長大 很即時的一個 生態系 然後去做LiveTrading 可是假如有試用卡的話呢 那當然 你可能就 沒有辦法做這些事情 你可能可以做出一個 欸 不錯的策略 就是 真的要實戰 真的要上線 真的要幫你做交易的時候 那就會遇到很多 平靜 好 那 最多一個Wide 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用集體選擇呢 那 這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圖表呢 它是一個 呃 時間總 那它的 呃 它的Y總呢 就是 每年 機器學習的Paper的數量 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呢 這個 機器學習這個產品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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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每年都一直有7個東西跑出來 那我們可能講 我們可以用機器學習來交易的話 我們就可以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 就是欸 有很多人幫我們做很多研究 那 其實他們研究起來 就是把一些 很複雜的 ERGISM把它包成一個Paper 那我們就是把 一些交易訊號輸進去 再弄出來 這樣 來看一看說 究竟你能不能幫我們 呃 做交易 這樣子 好 所以呢 今天我們就進入到正題 那我們正題呢 就是 我們就 來 試試看 用我們的訊息 作為一個交易訊號 在 比特幣上面 能不能 有不錯的結果 好 所以呢 最主要我們就可以完成三個步驟 那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 我們可以先把這些 比如說 比特幣的歷史數據啊 然後甚至一些 比特幣的基點面數據 都可以先拿到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把這些 訊號呢 做一個整理 把它輸入進 自己選擇模型裡面 當然你可以選擇 比如說日本人 或者是 CMN IXTM 這些都可以去嘗試看看 那最後呢 我們當然是要做一個 backcasting backcasting 因為我們不知道說 究竟現在這個 自己選擇模型 它跑出來的這些訊號 究竟 究竟 究竟交易起來 會不會過癮 所以呢 我們都要做一個 驗證的工作 好 這一就是我們今天的 三個主軸 好 那這邊呢 先稍微 可以再 再把人給大家 介紹一下 并來 跟他忘記介紹 就希望我們 就是在做量化交易 那這個量化交易 方法的 範圍其實很廣 比如說 我們會 只要是有 做交易 的商品 都會來 跟大家來 慢慢看這些數據 比如說呢 我們最近 前陣子 我們就有做這個 房地產 因為現在其實房地產 它有這個 open data 我們政府都把這個 公開資訊給 釋放出來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資訊 來分析一下說 究竟 譬如說 假如我們真的要買房子 放在哪裡比較好呢 這樣子 我們就會做一些 簡單又有趣的實驗 大家都可以來 參考一下 那另外呢 這一點就是 夾兵火兵 那我們 就是今年大概 三月的時候 就是有那個 就是 突然 比特幣 全世界經濟 因為疫情的影響 而系統已經有崩壞 那時候 比特幣也有意外 可是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時候是一個 很不錯的實驗點 假如大家可以在 今年 三四月的時候投資的話 那 應該會有 不錯的獲利 所以我們那時候會寫了 一系列的文章 大概從 四月連載到五月嘛 那這邊都是有 十二集 來做這個 比特幣的量化交易 那這邊有一種 剛開始從 咦我們怎麼拿到這個 比特幣的資料 然後怎麼樣去設計 一個訊號 那怎麼樣去做交易 然後怎麼樣把 這個交易的 成果呢 把它放到雲端上面 比如說像是 AWS 這種 嗯 Function 它可以比如說 每一小時執行一次 那它可以執行一個 簡單的作業 這樣子 那在這個 這個系列裡面 能夠完整的介紹 好 那當然這個是 就是一般的交易嘛 就不是跟機器學習有關 那我們今天當然是要 進階一點 就是做一些 跟機器學習有關的東西 好 但是呢 在做之前呢 我們要是提醒大家 就是說 欸機器學習 它其實也是有些忙碌 就是說 假如我們今天的資料 可能有一點不正確 或者是 有什麼樣的一個 嗯 資料的 sample的方法 正確 或者是處理的方式不正確 就導致我們會造成這種 GARBG1 GARB2 的一種系列庫 對於這邊有漫房 然後呢 這個 站在這個山丘上的幾個開發子 那這開發子就跟那個 下面的這個客戶說 來來來來 你今天 就是把資料丟進來 然後 丟到這個 丟到這個 垃圾堆上面 然後呢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幫你教一講 之後呢 這個答案呢 就會重回answer 右下桶這邊跑出來 那 當然就是 嗯 其實對於機器學習的理解呢 就是說 欸 這中間會有一個 Linear Group 在 在中間 做一些 做一些 進算 但是我們很難去 理解說 欸為什麼機器學習做這個決定 或者說 他做這個決定到底 可不可信 那這個也是 現在 我們在做 機器學習的交易 對 最有挑戰的地方 就是想辦法去 真的找到一個 驗證說可惜 就是這個模型 它是 在標誌上可惜 就是可以幫你破裂的模型 那這邊呢 其實就是一個 這張圖呢 就可以很清楚的 幫你看到說 現在的現狀是這樣的 好 但是呢 我們還是可以來做一些 嗯 小小的玩具 讓大家來看看說 欸其實機器學習 它真的是 可以幫我們來 嗯 做出交流訊號 有用的交流訊號 那也是這堂課 我想要帶給大家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就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實驗的流程 那我們今天實驗的流程 總共分成兩個part 那第一個part 那第一個part 就是trainin的部分 那現在trainin的部分呢 其實很簡單 比如說 我們今天想要trainin一個 就是我們有些teacher 和我們有些lego 那今天這些teacher呢 比如說今天我們想要trainin 究竟這個動作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只有一些特徵 這個動作的特徵 比如說這個動作 還是黑色 它重量是多少 那它年齡是多少 那我們還會有一個lego 就是跟它講說 欸其實根據這些feature 我們找到說 這個feature 對應到的是mout 這樣子 那我們就把這樣子的一個 roll data 拿去給模型 讓它過去一起 那學完之後 我們當然知道 這是第一個步驟 那第二個步驟呢 學完之後 我們當然就是要去驗證說 欸 就因它學出來的怎麼樣 所以呢 我們會給它另外一個考題 另外一些不同基準 它沒有看多 那我們去考考說 考考看這個模型 它已經trainin完之後 是不是可以預測出正確的結果 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流程 那我們今天是做 那V2Y呢 那V2Y呢 它是做那個 revoice learning 那那個就是表LG的 那我們今天呢 就帶它做這個 比較簡單的 這種有label Fature就一定要label的這種 的這個模型能力 其實呢效果也是 還ok 那我們待會兒 我們會有實際的範影 跟大家來分享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假如要做一個 嗯 機器的原模型 那手機一定是要有data 那我們今天的data呢 就分兩種種是 就是 fundamental data 另外一種呢 就是 trading data 那什麼是 fundamental data呢 那什麼是 fundamental data呢 其實就是說 它今天區塊鏈 因為我們今天是比特幣 它區塊鏈在做教育之後 其實這個 比特幣上面的金流 其實都是open 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哪一個帳戶 送了多少米特幣給另外一帳 這個都是 個人都可以取得的這個資料 那其實這些資料 它就可以做很多分析了嘛 比如說 是不是有人 突然有那個大部 突然 送很多錢 到這個交易所 那它很明顯就是想要把這些 比特幣 比如說拿去賣掉之類的 可能換成其他東西 那這時候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出一個警告的裝置 那這個是 fundamental data 就是區塊鏈上面 我們可以把一些 information 萃取出來 然後並且呢 來做交易 那另外呢 當然就是一般比較傳統的 Trading的一方 就是 像是價格啊 或者是一些 技術指標 或者是 holder rule 好 所以呢 這邊呢 我們就有範理 就是說 當今天我們有個 比特幣的歷史上 那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產生很多技術指標 那這些技術指標呢 它其實就是 很多不同的時間序列 那可能 有不同的 比如說RSI啊 或者是KB值啊 或者是 有很多大家都在用的這種 常見的技術指標 那為什麼這些技術指標有用 是因為 大家都在用 所以呢 很有可能 大家都會看到這個訊號 而做出某些事情 那這時候 你就可以利用 因為大家都在用這件事情 來做出一個交易 讓大家的 讓大家都在做的這個 決定的時候 產生出來 have 唯一左右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 太平特幣不配的 那我們就是呢 會希望說 假如我今天 股價在 右上角這邊 滑溯的這邊 那我們呢 就是希望 可以用這個 技術指標 來回饋說 究竟現在的價格呢 是比較樂觀 或是比較悲觀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介紹這些 家裡或民產客們的 一些 基本面的指標 那首先呢 就是spent output properation 那這個是一個什麼 什麼樣的指標呢 我們今天有個例子 比如說今天我們就去看 這個區塊鏈上面 所有的帳戶 因為呢 這個現金流 它的流法 比如說有一筆 現金它是從 這個 address 1 到address 2 到address 3 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就去看 這個 spent output properation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代曉說 我們今天先看 這個address 2 這個人 他當初呢 其實他跟 這個 就是從address 1這邊 拿到了 一枚比特幣 那時候 比特幣價格可能是 5000美金 這樣子 好 那今天呢 可能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大家又想要把 這一塊 一塊 比特幣賣給 這個 這個 就是address 3 這個人 他把他傳出去 那他那時候傳出去的時候 就是 一萬美金 那我們就知道說 當這個人 他中間轉售了之後 就是獲利兩 兩倍 那這個 spent output reperation 他就是在講說 今天我買出比特幣的時候 究竟 是賺錢才是美金 賺錢的話就是大一 美金的話就是小的一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是比特幣的 價格 灰色的就是價格 那橘色的就是這個spent output properation 那我們就發現 他其實有個特徵 比如說 欸 當今天股價在下跌的時候 比如說 開始這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呢 就是 這個spent output properation 就會比特幣 那就是 大家都是在 推薦的狀態 那這邊呢 大家 在 2016年之後 都開始賺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spent output properation 它就會一直 比1還會大一點點 好 那究竟他怎麼樣提供我們這個 買入的訊號呢 我們可以想像 比如說 今天呢 假如我們有一個人 他什麼時候會想買比特幣呢 我可以把時間放大一點 我們看到說 欸今天假如 對 這個 大家都賺錢了 這時候假如我還沒賣比特幣的話 我就會很緊張說 欸 怎麼大家都已經賺到那麼多錢 可是我竟然就沒有進場 所以呢 當這些比特幣價格下來的時候呢 我就會想說 欸 那我現在要趕快進場 不然我會 吃不到 它終於掉下來了 那我現在就要趕快買 所以呢 我們就會發現說 假如 欸 歷史價格是很高的時候 掉下來一點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價格呢 其實會掉的地方 都會比較低一點點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 就可能是我們可以進場的一價格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 傳統的主觀的交易 我們大概會用機器學術方法 再重新詮釋它 好 啊 快沒時間了 好 那當然 其實呢 在這個區塊鏈的交易呢 它還有一些很有趣的指標 比如說像是 Facebook票的本益比啊 那這個本益比呢 其實 因為本益比原本是 這個公司的 市值出力 它賺到的錢 那可是 比特幣這個區塊鏈 它不會賺錢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把下面這個 這個 某個公司它的盈餘 這個部分把它改成 是 總現金留言 就是這個區塊鏈上面 有那種現金有多少 然後來當作是 這個指標 那這樣指標呢 就會看到下面這個方向 那它其實會 有一個 周期性的 周期性的律動嘛 那我們就跟這些 周期性的律動 我們去做一些 去找說有沒有一些 呃 呃 是可以去做交易 然後那最後一個就是 Network value to transaction duration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可以監測說 現在 這個 區塊鏈所有的address 是哪些 而這些 交易所 就是我們可以在 這個 我們可以把錢傳到交易所去 然後那個交易所 就可以讓我們把一些 投票地方的 派遞啊 或者是把它換成 這個派遞 之類的 所以我們之所以 所以假如我們發現說 今天我們有很多的 地址 那這些地址呢 它同時 傳送很多 WHOID到 這個 exchange 的話 也就是這個交易所的話 它就代表說 欸有很多人現在 突然想要做交易喔 那很多人想要做交易的時候 比較多嗎 會有比較大的 劇烈活動 那這個 Value呢 也是我們可以拿來參考 那比如說 欸我們可以看到說 像今年3月的時候 這個 你的便價格 掉下來 那這時候呢其實就產生了 非常大量的 很多人呢 他們就是把 他們的 這個 加密後避傳到交易所 然後想要去做交易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欸這些 這些 tips 就是這些坡 就是 嗯 這些大家 大家會 果然想要做交易的時候呢 其實也是一個 很不錯的進場時機喔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就分享我們的 呃 程式碼給大家 大家都可以去 輸入 剛剛這邊 這邊有一個 程式碼按鈴 那大家可以用手 不管是手機啊 或是電腦 想要說 按下這個程式碼的按鈴 你就可以得到 剛剛的這些程式碼 那這個程式碼 我們是用pollet 也就是可以 線上直接的運行 然後手機也可以 所以呢 這個用法呢 其實 它就是有很多 Python的程式碼在裡面 那我們就是按這個 執行 這邊有一個 配的這個按鈴 按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執行 這些程式碼 那這邊呢 我們已經幫大家寫好 非常多的程式碼 那這些程式碼呢 我們先把它當作是 Haven 也就是UQF 先不要喜歡它 好 下面這邊呢 我們已經幫大家 都把這些features 給建討 但它呢 只要執行 這段程式碼 就可以得到 我們的feature 那這些feature呢 其實有包含 不同的技術指標 比如說RSI 或者是 沒力值 等等 但也有包含 我們剛剛所說的 這個區塊鏈上面的資訊 那就是說 像剛剛這個 傳入交易所的 這個現金流 還有 還有一些 傳出交易所的現金流 等等的這些feature 我們都會把它放在這裡 好 那有了這些feature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了labeling 那這個labeling呢 直接就有很多問題 那首先一種最簡單的labeling 有方式 叫做 feast time horizon 那所謂的labeling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這麼多feature 我們想要知道說 根據現在的feature 究竟這樣之後是想要上 好還是往下 這樣子 所以呢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我們覺得 feast time horizon 那這個方式呢 就是說 我們現在假如是 在t 時間點 有時候 我們現在列印到的是 plt這個時間 那這個價格之後 比如說過了w的時間 也就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它就是往上還是往下 那我們就去看說plt跟plt加w 這兩個的價格呢 去做一個比較 然後去看 究竟 價格是變高還是變低 來當作是labeling 那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切成三種不同步驟 那這三個步驟呢 就是說 欸 假如是在紅色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就把label標示成1 那假如是在綠色呢 我們就把它標示負銀 因為就代表我們假如做交易的話 會不會虧損 那當然這個方法呢 就是有一個缺點 缺點就是說 欸 我們一定要持有w這麼長的時間 那萬一今天 突然發生了系統性的風險 比如說 突然你的幣暴跌了30% 那你的資產 就會在這個wt的時間裡面 會受到非常嚴重的虧損 那要怎麼避免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們就可以用一些 比較先進的方法來做label 比如說呢 我們可以做一個 有 這個停損體力的這個label 那這個停損體力的 怎麼說呢 比如說我們一樣是在k kfp這個時間點 那我們根據一些feature 我們要怎麼去決定說 究竟現在 我們做這筆交易會賺錢 還是賺錢 也就是依蠻負銀 那因為我們有設定整體力嘛 所以我們就看說 欸究竟 這個階段 它在隨著時間不斷的 變動之後 它是打到上面這邊來 還是碰到下面這邊 那只要碰到上面這邊 這個例子來說呢 它其實就是會幫我們破裂的 一筆交易 那我們就會料事成一 這樣子 好 那當然後面還有一些 不同的交易的方法 那我這邊總共介紹了三種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簡單的 代理 好 然後呢 這些不同的交易的signal 都會產生出什麼 幫助你來做交易 對比如說像這邊 右上角這個是一個股價 那這個股價呢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 密集的點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 那這些leveling的方式 就可以幫我們去 化解這個股價的複雜 比如說到下面這邊 下面這邊是 右下角這張圖 那右下角這張圖 那右下角這張圖 就會跟我們講說 欸其實我們交易的時候 很簡單 就是在 剛開始這個點的時候呢 做買入 然後賣出 買入 換出 的一個循環的動作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 就可以破例 這樣 那當然這個是根據我們的 未來訊號算出來的資料 所以 通常都很準確 就等於照這個訊號 交易一定會賺大錢 可是呢 現實生活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得到未來的資料 所以這些訊號 基本上 你在當下是沒有辦法得到 所以呢 我們才會希望說 可以用機器學習的模型 來幫我們 train 可不可以產出 類似的訊號 那這樣可以幫 方便我們做的交易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回到 剛剛這邊產生 類估的方式 那原件事 現在沒關係 所以呢 我們就先把程式碼列在這裡 你看我們這邊 有四種不同類估的方式 那這邊四種不同類估的方式 那這邊四種不同類估的方式 第一種呢 就是我們說的 FaceTime Horizon 也就是說 它會看一段時間 比如說 120個 之後 價格式變高 還是變低 那小便高的話 就是基硬 那我們就把Label 變成一個 Bugman的訊號 希望說 我們現在做了這筆交易之後 我們是可以 停滴 也就是可以獲利 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Label 那上面這邊 我們可以畫出來 我們的Label非常好 好 那機器學習的模型呢 相信我們 這個排行場 裡面大家已經聽過非常多了 所以呢 我們這邊呢 就有簡單的代步 那很明顯就是 欸 這邊有個神經元 那我們就可以結合很多不同的 神經元 裡面把它做成多層 這樣呢 就可以產生一個最簡單的 引擎人力的模型 那最重要呢 其實我們就是想要去比較說 欸 在一個現實生活中的環境 跟我們 模擬出來 我們預測的結果 都可以產生出一個output 那我們希望 嗯 這個模擬的結果 就是我們預測的結果 越見進 真實的越好 所以我們會去比較 這兩個output的人 去看它的error是多少 那機器學習的模型呢 當然就是 裡面有很多神經元 蠻多權重 那我們就是希望去找出 欸 在某一個權重配置之下 可以讓這個error 越小 好 那這邊呢 就是用台股做出來 training的模型 那上面這邊呢 這個是2019年 對 這是之前的 之前的一個範例 那它在 training的時候呢 其實它會去看說 這個benchmark 是 這個benchmark 就是台股的benchmark 然後下面這邊呢 就是這個模型 它預測說 什麼時候會長 什麼時候會跌 在這個藍色的線 那這邊呢 看起來就是一個 0-1的訊號 那這個0-1的訊號 那這個0-1的訊號 假如越接近1 就代表越樂觀 越接近0-0 就代表越不樂觀 那我們可以去找個threshold 就是去分手 跟我們什麼時候 做這比招勵 什麼都一樣 那我們就可以把 原本的 雖然台股 可能在這段時間 沒有什麼上漲 但是呢 經過我們基地選集 我們 預測出來 可以獲益的區間 我們假如真的 持有 比如說價錢指數的話 那我們可以得到一個 不錯的報酬率 那當然 換成比特幣的話 創作會如何呢 所以我們今天就做一個 簡單的實驗 那這個簡單的實驗呢 其實我們只用一個 非常小的這個network 那這個network呢 就是20x20 然後兩層的一個神經網路 那我們把它來 對2019年前的資料 去做一個訓練 好 訓練完之後 我們也是得到 這個 最後的結果 那這個結果呢 就是說 欸 假如比較靠近1的話 那就是比較樂觀 那靠近0就是比較A觀 因為它是一個 情緒指標 這樣子 那這邊 要注意的就是我們 2020年 以前的這些資料 都是全力做的 所以這邊的比較 這邊的預測能力 會非常好 但是右邊這邊呢 預測能力 可能比較沒有更好 所以最後呢 我們當然只要來做一些 這個回測 來驗證說 究竟剛剛這個訓導到底 就沒有用 所以呢 我們就用 這邊做一個簡單的回測 假如今天 我們剛剛 MachineModel 推理出來的 情緒 也就是這個 Distimation Y 假如它大於0.5的話 我們就 就是我們的 賣戶訊號 那今天我們的 賣戶訊號是什麼呢 我們賣戶訊號呢 就是 一個是 平順 也就是 角移 因為這個 這個平率蠻高的 它是 大概是內偵中的角移 所以呢 假如它 假如股價上漲 或下跌 百分之一的話 就是我們出廠的 設定 好 最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回測 到下面 這樣子 好 那這邊呢 其實 這邊有點誇張吧 就是它的 它的 最後報酬其實是 十個 十個六次嗎 當然 這個是 太真實了 不要這麼拿來交易 可能還要再做一些 更嚴謹的驗證 那這邊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當然是因為 首先這是一場演講 我們當然知道 讓大家有一些 吸睛的數據 那另一點呢 是因為這邊呢 就是我們現在 還沒有設的任何的 手續配 我們手續配呢 這邊都是用 而且我們都非常高頻的交易 照理說這種高頻的交易 其實 我們把所有 被算進去的話 其實會打非常多的折扣 那大家到時候 可以去回測看看 好 那最後呢 但是想驗證書後 看起來好像 蠻好的 但是 我要怎麼知道說 這個 這個不是 高培菌 高於高 然後剛好很好 還是 我現在要重跑一次 萬一它折扣 也要不好 那我到底要怎麼樣去 信任它 因為我們知道說 究竟這個model 它確認你們有效能 那我們這邊呢 就可以去做一個簡單的 verification 那我們可以用 Monticon的方式呢 去隨機的抽樣 對於比特幣的 這個 佔移 我們隨機的去做一些奶奶 然後得出來的一個 報酬率的分部 就會長這樣 那也就是 我們當然是買到 Auto Sample 也就是 2020年以後的 這個 歷史資料 來做這個 Monticon的 隨機的 這個報酬率的 模擬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假如今天我們有個很 很 就是很笨的機器人 它忍忍的 進去 某個時間點 買入或賣出 買入或賣出 持續 持續了這一年 2020年都在做件事 最後它會有總報酬 那我們就去看說 A到時候是多少 那這邊呢 1的話呢 就是它 賺1 那假如它大於1的話呢 就代表 那它多於0 那它少於1的話 就是它在0,000 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聊到一個 這樣子的分部 那這個分部呢 最後我們會希望說 欸 我現在 假如是使用這個 模型的話 會處於這個分部的哪裡 那我們下面這邊 就發現說 其實它 教育的補機 它的精銷是2.37 當然這就是 不光看手續內容 不然 不然 不然不會很好 大家可以再回去測試看 可是基本上 它是可以預測出一節 看它看 好 那這個2.3 類呢 它其實就在上面 就在上面 97%的部分 也就是當今天 我們篩篩篩篩 100次 裡面 可能只有3次 會想到這麼好的結果 可是呢 因為我們做機器學研模型 然後讓它一次就換回 所以它其實是 有一定的 有效的程度 這樣子 那這是一種非常簡單的檢驗方式 那假如 比較複雜的檢驗方式呢 其實我們在 我們的部落格裡面 也有介紹 比較 比較複雜的一個檢驗方式 那大家可以去搜尋 然後買一點點 看多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些 更年輕的方式 來 來 來 看到 在這邊 我們會用一些 更年輕的方式 你想要學說 我們的文章來 驗證說 究竟某一個模型 它到底是 有沒有效果 這樣子 那這邊大家 就是 歡迎大家 大家真的做出這個模型 你覺得效果怎麼不錯 想要做一些 更年輕的驗證的話 就可以來 參考一下 Bnab 一些 免費的招數文章 好 不好意思 我們超時了一點 超時三分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做了一個簡單回測 那這個回測呢 它其實 就是 回測有很多很重要的地方 它像我剛剛說的 這個 就是我們 model 可能會有 overfitting的結果 那以前我們要去做預防 好 那這邊有很多不同的 solution 像我們剛剛做的 其實就是 一種很簡單的 Monica的verification 那當然呢 在現實生活中 還有很多不同的 解法 那假如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我們的文章裡面 找到一些 資訊 那我們這邊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就快速的帶過 好 最後呢 我們今天總結一下 我們今天總結一下的內容 那首先呢 我們就介紹說 欸 加密貨幣裡面有哪些 fomental的資料 有哪一些是 嗯 技術 技術指標的資料 有哪些區塊鏈上的資料 可以把它推取出來 來做交易 那有了這些交易資訊之後呢 我們要怎樣去建構我們的 label 也就是說 我們標準說 那最後呢 我們會把它輸入一個 模型裡面 然後去看 那最後來開始我們的節目 好 那這大概就是 我們今天的報告 謝謝大家 假如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跟我們 就是 兩樣多忙站 然後跟我們一起去 怎麼樣做交易 然後實戰交易 來擴定 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